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得像感受能夠成為讚好老師之一 其實是很高興 相當之高興 因為今年十一月 十一月是我的生日月 能夠在十一月中收到的通知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生日禮物 記得當日我有機會和評判去面談的時候 整個過程裏面都能夠給我一個機會 去反思學語教的體會 又多得評判可以聽我說 所以整個過程裏面 我是完全沒有壓力的 雖然我給了最大的努力去做好這件事 但真的完全沒有想過成語敗 因為我教導學生去參選的時候 都是叫他們不要想這個框架 因為成語敗其實是一個枷鎖 反而不想這件事 你的表現最自然最好 所以收到讚好校園 讚好老師的得獎 是高興的 相當之高興的 其實據我所知 在全港的中小學 沒有什麼學校會把這個著事鼓 擺進正規的音樂課程 我很多年的時候 嘗試膽大地把這個夢想 把這個夢想放進去 教導每一個學生 讓他們可以免費每一個人 去學習這個著事鼓 所以我希望同學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學習鼓 其實跟那個天分是沒有關係的 最重要是在過程中 努力 一定會有成果 我的座右銘 其實就是 態度決定高度 你的眼界決定你的世界 看東西就應該看得闊一點 就不要站在一時的成敗 以我自己為例 其實我有機會的話 我經常都跟我的同學去講 就是我在生平英才讀書的時候 就畢業 中七畢業 是完全是一個 考不到任何大學的一個同學 但是今時今日 能夠在這裏去教書 去教導同學 其實背後是要付出一些東西的 所以短暫的成敗不是一個問題 最重要的是 你遇到一時的失敗 你自己站起來 堅持去追尋你的目標 你終歸是會去到你想去的目的地